加油 经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党魁之战 惊险胜选的朱立伦得派率不到五成 他也创下党主席直选以来 得派率最高与最低纪录 而在明年九合一大选之前 他得先闯过十月三Q罢免案 以及年底四大公投两大难关 年底四个公投 就是对民进党的不信任投票 就是导苏贞昌内阁的投票 那个公投票全部投同意 让苏贞昌内阁下台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在朱立伦宣布 胜选后四个小时捎来各电 重申坚持九二共识 与反对台独立场不变 朱立伦回电则痛批民进党 采取去中反中政策 改变两岸现状 造成两岸形势险峻 我的回电当中也是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 再加上我主张的求同遵义 民进党反正就是逢中必反 我们不会担心这些绿营逢中必反 又在那边抹红 党魁选举中 异军突起的学者张亚中 由于七月气打莫德纳 也在选后隔天接种BNT疫苗 而他在北高两大票仓 紧咬朱立伦 成为选战最大gamer 甚至被视为布局北高的国旗 我目前没有这个规划 我在乎的是这个树根 而不是在乎这个树干 或者树枝树叶 张亚中很强 这股力量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张亚中 你说他是黏育也好 至少给国民党带来一个刺激 得票数不如预期 只拿下一成八的江启臣 争取连任失利选择重回街头 党主席选举之后 如何米平选战商 能重返执政 将是百年老店 新的掌舵人最大考验 记得综合报道 帮忙于避充金者最大考验